说了 我刚才去早家搬 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累死我了 我回来了 维维呢 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他去银行了 所以让我先回来 他让你先回来 你就先回来了 你把他一个人扔在外面 他可是孕妇啊 她 她还没拿手机 关架她还没钱 凌然 是不是这次回来我没揍你 你就肆无忌惮地 在我底线上反复横跳 不是 哥 那银行就在小区门口 我管它在哪儿呢 我就知道你把我妹妹扔了 凌然 医院那个检查单呢 那东西啊 应该 应该忘在医生那儿了 我忘拿了 你放屁 人家老实说 你们早退办了 你还在这里撒谎 说什么因为姿势练习错误 引起肚子疼 你们是不是又 我打死你 别别别 别别 唐叔 上次你在医院说了以后 我连薇薇的手都没有碰过 你知道吗 就啊 你别听了胡说 来 我给你按着 你打 别别别 你别 你别跑 别跑 别别 站住 站住 听我说 还不是 打死你个肚子 别 你干什么呢 那个 薇薇啊 灵燃这小子对你不好啊 他把 这些事等会儿再说 你俩谁把我的卡给停了 舅 这就是你的部队了啊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薇薇呢 他这么大个人了 哪不得花钱 你真是 哎 哦 对了 我给我妈打个电话啊 我忘了 灵燃 我正好有话跟你说啊 你先出去 你先出去 爸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这样是在侵犯我的隐私 我怎样了我 你说说我怎样 我早就跟你说 我不让你开电 不让你开电 你有听我一句劝吗 那你也不能停了我的卡呀 我停你卡怎么了 我是你爸 我就有权管你 你太过分了 我还有更过分没使出来 我告诉你 汤薇薇 我从今天开始 我一分钱再也不会给你 我看你怎么开电 噓 我一分钱都不会用你的 我一分钱都不会用你的 你说我不够独立是吧 好 那我现在就走 走 你给我走 唐薇薇 你看 那颗星星 是不是现在很亮 别不开心了 别闹了 别闹了 好 不闹了 那你看 那颗星星是不是很亮 星河宽广 想要在万千星辰中 脱颖而出 真的挺难的 做不成最亮的那颗 但是它一直在努力地发光 可这颗星星它很笨 它找到的发光方法 和其他星星不一样 于是在其他星星眼里 它就是错的 因为 它和它们不一样 只要能发光的 那就是好星星 你管它怎么亮呢 我爱怎么亮怎么亮 你看 星空中呢 有那么多的星星 每一颗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轨迹 谁也不能说它是错的 虽然那个星星很笨 但是呢 它很特别 也很美 你 唐薇薇 读书这么难的事 你都坚持了十几年 现在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 你就要退缩了 我再跟你说一遍 你呢 就做你想做的事 我呢 就一直陪着你 凌亚 我们一起想办法吧 好吗 那你看 你觉得天上哪个星星最笨 这颗星星最笨 我才不笨呢 薇薇 这个给你放哪儿 这颗星星最笨 这颗星星最笨 你做一个视频 你必须要活着 你做一个视频 你必须要活着 你必须要活着 那我就 什么东西给你放进去了 你需要在那边 把每个人的车 然后把车转回来 你必须要恢复到你的人 我必须要恢复到你的人 你必须要恢复到 翻译 喂 王老师 喂喂啊 我想麻烦你帮我问一下 转让专利的事 行 没问题 喂 您好 我是刚约了看店铺的 我预算有限 昨天那个店铺不太合适 能麻烦你帮我看看 年租金二十万左右的店铺吗 二十万 行 我马上派人过来 您稍等啊 怎么样了 原来现在专利那么不值钱 我还以为卖了就能飞黄腾达 结果 连一年的租金都不够 创业第一步都很困难 我最近买了很多包 要不拿些我的包去救救急 算了吧 刚开业就卖包 营业 不得卖房 我等一下物业精语来了再看看 有没有更合适的吧 行行行 我处理完这个客户 一会儿就给你们解决啊 是你们 怎么是你 冤家路产 要不然换个地方坐 就这儿了 这里靠近大学城 这里靠近大学城 而且人流量又多 最近又在规划网红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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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儿合适啊 你看看这儿 又小 而且还偏 你看这个屋子 总共就放不下几张桌子 这有多少钱啊 就办多少钱的事 租金少 当然店面不好 钱面的好 你们租得起吗 东哲 你最近挺跳的呀 你想干嘛呀 差多少钱 这硕士穴位啊 看来也没什么用 找不到工作 沦落到来开店面 主要是还付不起租金 对吧 弟弟 那个 昨天孙超带你们看那个铺子呀 我朋友租了 我还帮他搞了折扣 薇薇 当初你要是跟了我呀 还至于像现在这样 我还帮他搞了折扣 薇薇 当初你要是跟了我呀 还至于像现在这样 你 王哥 好 好嘞 好嘞 好 你别走 你 我现在就过去啊 不行 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薇薇 不错 要不我们试着扔个天使轮 算了 我还是把我的理财产品 数回来吧 能帮多少算多少 我去打个电话 你们先看着 来 同学们 你们看 其实凌然的这幅新式 是参赛作品里最有竞争的一幅 这幅画呢 被书画协会副会长誉为画中游 你们看 整个图纵深感极强 构图十分清晰 线条明朗 再看看颜色 明暗区分得特别开 这个人站在这里 会不会给你一种画中游的感觉呢 这幅画中游的一幅画中游 这幅画中游的一幅画中游 主任呢 主任下午开会去了 让我在这里给你兑稿子 稿子 之后再说吧 跟我过来一下 同学们 你们在看这儿 其实你们可以随便逛逛 干什么呀 你现在手头宽裕吗 就债钱 你要多少 我这儿大概还有三百 你不是富二代吗 怎么才三百块钱 丢不丢人 不是 你是不是忘了我那个卡 是怎么没的 我不想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没的 我就想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来的 我哥给我的 我又不会自己赚钱 不是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不是要创业吗 需要一笔启动资金 但我又不知道去哪儿抽 那简单啊 你找一个像我哥那样的投资公司 什么餐饮啊 连锁酒店啊 什么互联网 他什么都投 我哪儿配备你哥投 开什么万象呢 凌然 其实 我这儿有 我怎么能拿小妹妹的钱呢 别开玩笑 自己说着 你找顾真可以 我也可以帮你啊 我们都是兄弟 拿着 不行不行 不是啊 我说你这 一个不要 一个又非要给 不如 我听你话 你给我 你给我 给我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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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你 凌然 不是我说你啊 你说你这一穷二白的 又不接受学妹接济 难不成卖车厂去啊 卖车厂 有道理 顾真 你哥是不是 投资范围都挺广的 是啊 好 靳总 不好意思 临时约您见面 其实 我最近想开一家甜品店 想问一下贵公司 有没有意愿想要投资 是自主品牌呢 还是连锁加盟 是自主品牌 您要不要看一下计划书 其实现在甜品市场的规模挺大的 而且也是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刚性需求 黄诺一般的投资体量呢 是投资同行业市场占有率前十的企业 创业公司我们目前只考虑高科技和新能源项目 所以 对不起 没关系 没关系 我 哎 舅 这不是薇薇吗 你看看他 他还假装看不见我呢 白眼狼 没良心 他气死我了 哎哟 舅 你别生气了 也许薇薇他真没看见你呢 不是 你到底回来帮谁的 我 想想 怎么办啊 镜子川他们公司根本看不上这种小项目 安心 还有我呢 金总 你干嘛去啊 开会去啊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先等我把话说完 你 这什么眼神啊 我还没嫌弃你呢 你单方面向我投毒整整七天 投毒 我投什么毒啊 百合 毒百合 我一个对百合过敏的人 工作台上放了整整七天的毒百合 你看看我 都快精神崩溃了 对了 我去医院的账单 你报销吧 五万 够不够 五万 够不够 等等 我还没算完呢 我还有什么精神损失费啊 务工费啊 失眠费啊 反正就是很贵 也赔不起的贵 你有什么事呢 就直说吧 既然看在我们的友情份上 那我就不让你赔钱了 你给微微投资甜品店呗 不行 你得对我负责任 这是两件事 不能婚为一谈 我得为公司负责 我觉得就是一件事 金总 柠檬新换了经纪公司 和饮业的合同 他们想毁约 可能要找备用人选了 知道了 出去吧 柠檬 我认识啊 我可以搞定 你能搞得定 对啊 我和柠檬之前合作过 不过 他也太不给金总面子了 你找他代言 他都不来 也太不懂事了 我觉得你更不懂事 我 我哪里不懂事 这样吧 你给我投资 我给你谈代言 资源互换 我给你资源互换了 不过实体店呢 不能作为公司的风头项目 我可以个人出资 那就谢谢金总了 魂夫散 喂 喂 哥 我腿摔断了 你赶紧过来啊 你在哪儿 陈华路赛车场 哎 金总 腿摔断了 哥 我这不是找你有事吗 要不然你也不理我呀 哥 之前让秘书给你看的项目 你看了吗 没看 哥 灵然真的是着急用钱 你就帮帮忙吧 不是你们为什么 一想到投资就想到我 是不是觉得 我一定会帮你们 是啊 金总 我觉得您一定会感兴趣的 这块车场 是我的 我爷爷是年前拍下来的 当时华诺也参加了竞标 但是没有中标 原价给你 怎么样 这块地皮不如预期 降价三分之一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三分之一 你真以为我不懂行情 随你骗啊 那就另请高明吧 如果你请得到的话 这样 咱们赛一场 你赢了 价格随你看 我赢了 原价收购 这两个 Left 随你 好 初一 师储 我 拍上 了 原因 如果 能否 Verm 塵 这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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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总是什么意思吗 只要我签字 财务立马打款 你啊 来 郭总 赶紧喝了吧 林燃 你终于队伍了 其实吧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过分的要求 就最近 哎呦 这 肩膀有点算 难受 哎呦 肩膀有点算 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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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服 哎 我跟你说啊 我这头最近也有点难受 你摸摸 你摸摸 是不是特别的远 特别适合 戴摩托头盔 我怎么还是没搞明白 到底哪个是离合啊 顾总 要不这样 咱们换一个运动学校 我觉得摩托车 跟你真的没有什么缘分 我不管 我就要选摩托车 你刚才说那个 夹加油是哪个来着 要不这样吧 我叫我们的可乐来教你 可乐 来了 我就知道你觉得我是个废物 做什么都做不好 对不对 哎 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这样 这个摩托车吧 是需要一个练习时间的 所以你需要我们这位 金牌教练的 他当时学摩托车 就用了三天时间 而你 一下子就学成这样 已经很不错了 是吗 真的慢了啦 你看我 我天赋怎么样 您的天赋简直 是异于常人 超凡脱俗 没错 像您这样 有天赋的人 是万里挑一 只要好好练习 说不准以后 能成为职业赛事手呢 真的 加油 加油 来 我来教你 这是油门 这是衣和 舅 你的动作都不标准 让你平时少吃点油不轻 你现在坐这会儿有什么用啊 对啊 我在这里做了一分钟运动 你在那里叽叽歪歪一分钟 你信不信我打你啊 信不信我打死你 来来来 我信我信我信 电话电话电话 电话下来 等一下找你算账 这谁来电话 喂 不 不可能吧 上次我女儿在医院检查 医生都说没问题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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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过来 好好好 谢谢啊 这这这怎么 上次薇薇那个 妙姐 出了一些问题 现在医生说孩子 要做掉 怎么会这样啊 我早就跟她讲 要 要早结婚 早生孩子 就不信我 你看我现在怎么跟她妈妈交代 好好好 就就就你别着急啊 咱先冷静啊 听我说现在医疗水平特别先进 这个我觉得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咱现在先去找薇薇好不好 你不早说 走好好走 好好好 找双心 别穿了快走快走快走 喂 孙经理 我决定我要订103号 喂 喂 薇薇 薇总答应投资甜蜜店了 真的 当然 你想姐出马哪有办不成的事 按你按你按你 是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 我有钱了 所以呢 甜蜜店的房租就我来给吧 就当我入股了 你哪儿来的钱啊 肯定是我挣的呀 你挣的 你又逃课了 放心 我一没拖二没抢 三没逃课 总之呢 我现在有钱了 明天呢 就可以去签合同 凌然 你的钱我不能赢 为什么 第一 你是个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 第二 镜子川已经决定 入股我的甜蜜店了 就好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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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叔 走开 薇薇 爸 走 走 赶紧咱们去医院 检查一下 谁谁谁谁谁生病了 没有谁生病 赶紧走 带薇薇走 走走走 你小子 爸 走 爸 我回头再找你算账啊 走 你到底要干嘛 乖要跟我走就行了 要去哪 走 走 去医院 走 跟我走 哥 放手 爸 到底怎么了 好 薇薇 我跟你说 你别难过 上次那个尿检节骨出来了 医生说要终止认身 终止认身啊 爸知道你肯定舍不得 但这个出现了异常不能留 走 我们去把它做掉 我 我不去 唐薇薇你别闹了 现在这是命关天 由不得你啊 不得你 唯唯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你一定要听话 爸带你去医院 走 不是真的 什么不是真的 怀孕是假的 我根本没有怀孕 没有怀孕 你 你 你搞什么你 我真的被你气死了 九 别生气啊 你 选一个跪吧 唐叔 你先别叫我叔 我叫你叔 你跟薇薇串通怀孕的时候 怎么没有想起我这个叔啊 这不是想起你才假装怀孕的吗 你说什么 舅 我把薇薇东西都收拾回来了啊 你不是翅膀硬 你是被惯坏了 你干脆选一个跟她一起跪 长长记性 舅舅舅舅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不是啊 舅舅舅 你这么想啊 薇薇不是没有未婚先孕吗 对吧 那还是咱们的好薇薇呀 至此啊 薇薇就和这小子彻底没有关系了 你应该感到高兴 对吧 假的好 假的妙 不管灵然的事 是我要拿回毕业证 才让她帮忙的 要跪我跪 我跪 我跪 放手 灵然 让她跪 灵然 是假的 但感情是真的 我已经喜欢唐文威很久很久了 灵然 站住 你看看你 一升都是水 待会儿感冒了怎么办 还笑还笑 正不听话 等很久了 又打架了 走 姐带你去帮子啊 怎么了 住手 这里是学校 究竟什么时候喜欢上唐薇薇的 她开始 我发现 所有温柔的事情 都跟她有关 这小子 这么看好像也还行啊 人模狗样的 父母搞科研 没有婆媳矛盾 从小在身边长大 没有乱七八糟的情史 舅啊 其实我觉得灵然 还可以啊 不如您看别的媚妇 我还得重新教育 那她不用啊 提前调调好了 我是你舅 我还要你教啊 走 加油 快起来 不疼吧 不疼吧 葳葳 你来我跟你说 你还不疼呢 你也不愿意 我已经不疼你了 我现在也不疼你了 你也不疼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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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疼你了 你也不疼你了 现在天品店拿到了镜子川的钱 唐叔又知道我们没关系 葳葳 我觉得我 离你越来越远了 怎样 我是真的想做你的男朋友 我想 功名正代地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我好像做不到了 你别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 就是害怕 害怕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 害怕我们只能做邻居 怕我们只是姐弟 怕我们的名字不能在一起 我怕 唐薇薇就是唐薇薇 凌燃就是凌燃 把你的手给我 贵出了 这是给我的 某人不是说 假如可以假一辈子的话 也能变成真的吗 既然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也没什么好顾虑的了 你让我们坦坦荡荡重新开始 这次的开始不是假的 也没有谎言 我心里藏的那个家 用心下灰尘花 风吹散的梦还在喧哗 月落下你看见吗 我心里想的那句话 明知道没回答 可我偏要用爱做法 将你融化回回 我心里藏的那个他 用心上灰尘花 风吹散的梦还在喧哗 月落下你看见吗 我心里想的那句话 明知道没回答 我心里没回答 那我心里扶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